也就是侯佩晨 天啊 好浪漫 佩晨好美哦 看到他獨特優雅的氣質哦 今天穿著是粉紅色的禮服 真的氣場無人能比 而且高貴殿亞的剪裁 搭配這個愛心的印花絲紙烏乾紗 真的好像公主一樣 也呼應本屆金鐘典禮的 不忘初衷 而且他主持過五次金曲 兩次金芒 兩次金鐘 現在三個七年 要三度挑金鐘的主持 一棒哦 今天究竟會跟妙如珠的嬌哥 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待會兒好好來訪問一下 真的要緊張他睡不著了 倒是還好 因為媽媽自己很累 他那天的時間很多 所以 總之晚上確實 我就是在睡前還在記憶 就是沒想到記憶 要講很多東西 可是我就真的覺得說 我們難得就所有的這些 然後真的要害我 然後男人的日子 他會同拍 所以其實我期待都會緊張 我先生一直都是說 緊張就不要學了 哈哈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有時候這樣講法 就是會鬆一點 就不會多一個人都有壓力 所以我還可以謝謝他 就是他比較直接跟我們 可能會有些 特典的 給你品牌或劇情 因為他可能就不要回來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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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